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都做最好,以品牌为核心,独立站和平台站相互结合,优势互补,打造自己的品牌销售渠道,平台站的客户部分沉淀到独立站,平台站作用,前期可以充分利用平台低价的流量渠道,快速拉动销售额,有一定的用户积累,因为相对来说,平台站的引流成本低一些, 独立站作用,打造品牌,宣传品牌,沉淀数据,监控数据,从平台引流到独立站,平台的流量,通过客服引导,客户搜索关键词,发货带卡片等方式,把流量沉淀到独立站,四,其他方式引流一,邮件营销,优点,价格低廉,传输迅速,高效灵活,无时间限制缺点, 一称之为垃圾邮件,效果不明显,有抗拒心理二,博客内容营销,现在的品牌,都是需要讲故事,博客和内容营销相结合,无疑是最佳的搭档,三,利用各社交网络,红人红人的力量,不用我多说了吧,借助别人的力量,来为你做事,红人具有权威度,和可信度,它给你的一个链接,能直接的给的博客,带来巨大的流量和口碑, 红人是一个巨大的资源,你必须和他们建立好关系,以便长久使用,这里也给大家介绍几款,找红人的工具,Follow along, Wolf Love,和Taxi的Facebook红人营销攻略,YouTube红人营销攻略4,国外论坛收集与产品相关的各大论坛网站,进行宣传物,展会需要大量费用,但效果肯定也是非常好的, 小杰看完之后,是不是觉得外贸站原来有这么多引流的方法,然后就又觉得方法太多,懒得去弄,其实不然,像是SEO,社交媒体这种需要长久的经营, 而关键字广告,社交红人,邮件营销,和事和新品,活动等短期引流,自建站的各种引流方法,都需要相互搭配运用,方能够天下无敌。 感谢观看